给大家看一下今年的经济环境有多差 这是一个大型社区的内界 以前是人满为方 现在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 两边的大街都没有一个人了 两边都是出租和转量的 也不是说周围的人已经走了 其实周围的人还在这里 只是大家不出来了 大家手上没有钱消费了 因为很多企业都在裁员叫醒 导致他们的收入已经低了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先不要急着开店 因为你开店的话 投入装修人工还有房租 而且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 有没有广告工厂 这个月连工资都发不起的 万万没想到 本来以为是金酒银食 没想到10月份的订单 更加的惨淡 老板 情况就是什么的情况 哪里 不是我们不努力 你看外面 都没有人 在开店里面 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天津市的物价还正常吗 我感觉我们的物价真的很贵 今天中午忙碗的时候 我感觉我有点饿 我打算去我们店旁边的商场 买一个卷饼来顶一下肚子 他跟我说18块钱 真的是震惊到我了 而且那个蛋挞 我记忆中我以前买一个是两三块钱一个 然后我发现很多现在的面包店 它普遍都是卖到那个 六块钱一个 去吃饭 无论是去吃那个火锅还是那个烤肉 比如说你点一排牛肉 你只是铺在表面的一层 它下面都是放一些冰块 它就可以卖到你三十块钱一个 而且现在不是出了很多种各种牌子的饮料吗 我刚才买饮料的时候 我还没敢乱拿 我就拿了一个认识的北冰羊 大概有三百多毫升 然后这个呢 有八块钱一瓶 现在还有更离谱的 就是那个压货 你现在随随便便买一点 就得要一百块钱 所以到底是年轻人不爱吃压薄了 还是年轻人已经吃不起压薄了 天哪 我真的感觉我不配吃 我现在真的有点想不通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所以我很想知道 你们觉得天津的物价还好吗 现在的实体都这么艰难了吗 晚上八点多 落到了超市 却安静的出奇 人都去哪里了 还是说大家都跟我一样 喜欢网购 不喜欢逛实体 以前这个超市人还挺多的 现在看到的 只有白满物品的货架 而已经撤走的商品 只剩下价子了 我要不是因为 孩子的电话手表坏了 导航离家200米的商场 有个门店 就过来看了一下 找了一圈 结果也没找到 看到了很多商铺 已经关门不营业了 问了服务台才知道 卖手表的已经搬走了 可想而知 今年深圳的生意也多难做 别人的生意也多好 我不知道 但对于在游深圳 做生意的我们来说 真的是深有体会 很多客户没有订单 从而导致 作为供应商的我们 也吸去了他们的订单 面对每个月固定的房租 水电 人工工资 各项费用 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你说放弃吧 不甘心 坚持吧 又没有足够的底气 我想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深有体会 你们说是吗 刚才在这边的中超买东西 然后可能我逛的时间比较久吧 然后那个店里面的老板 就问我 给他提点建议 因为我也感觉 现在做实体生意 确实挺难的 这个店刚开的时候 可能也有活动的加持 再加上可能大家 就是因为是仓库零食嘛 价格可能更有优势 所以当时人还挺多的 然后这次开的才一个多月 然后现在我觉得 人真的是超级少 这种实体生意吧 就是人流量多的地方 竞争太大 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然后肯定就是相对来说 选择便宜的 种类多的地方 可能更吸引客流量 然后你说人流量少的地方呢 它又就是物品的销售 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客流量 即使你这个店 这块就你这么几家 但是你知道客流量太少了 你这个生意也是赏不绝 总之现在可能全球经济也不好 然后现在实体生意 真的是挺难的 所以这两年真的是 有钱 真的是别去碰实体经济 然后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生活成本降低一点 然后先把这个经济的寒冬 先熬过去再说 开业三年的九光中心 如今怎样了 国庆节中午路过 顺便去吃个饭 这个位于大林核心商圈 商业面积高达26.7万平方米的巨无霸 可辐射周围25万多的办公人群 还依靠68万平米的大林公园 即购物、休闲、娱乐、商务于一体 吸引500多个品牌入住 目前除了二楼有部分空铺以外 出租率在同等体量的商场中 算是很优秀的 九光中心 以贸加百货共生的创新模式 最大的优势就是比传统购物中心 品效要高 比传统百货体验感要更好 但从现场体验下来 除了餐饮楼层和儿童亲子楼层 有点人气以外 百货区域几乎没人 特别是服饰时尚类为主的楼层 更是鲜少友人 要说其最大的亮点就是 有高达100多个餐饮品牌 及数十个生活方式品牌 从天好运、大小董 到Nico & Lululemon 而且很多品牌都是区域手店 这也做到了一定的差异化 很多餐饮品牌 在中午用餐时还是需要排队的 这种体量够大 品牌够多够全 外加优越的地理条件 对周边具有很强的红吸效应 生存能力会更强 如果周边不要过度开发太多的商场 相信会越来越好 在上半年 辞职离场回乡创业的咖啡店 陆雪开始倒闭了 你能想象吗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上海每小时就有一家咖啡店倒闭 过去一年倒闭的咖啡店 数以万计 这背后不仅仅是市场饱和的问题 更是大环境之下 中年人失业和创业的缩影 很多人认为 八九块钱的平价咖啡 冲击了市场 压缩了一些动辄三十五十块钱 真存空间 这就像其他行业一样 有了可口可乐 你很难看到二十块钱一瓶的汽水 低价稳定的产品存在 会给市场带来新的竞争活力 反倒是一些幻想的 通过高价割韭菜的商业 比如说冲雪糕 不只是咖啡 餐饮行业也是如此 现如今人均二十块钱 到三十块钱的快餐外卖越来越受欢迎 许多中档餐厅也深意兴容 而那些人均五百一千 甚至两千块钱的高端餐厅 大部分都倒闭了 曾经的上海 人均两千元以上的高端餐厅 至少有几百家 现在百分之八十都顶不住了 毕竟谁会天天花上 一千多块钱去吃一餐饭呢 反而靠着九块九的 平价小吃活了下来 年轻人吃的是经济周期的一种变化 也是给每个行业的警示 高毛利高利润的从活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放平心态 靠量取胜 对于创业者来说 特别是面临中年失业的群体 如何转型 心理和生理和技能的问题 曾经的暴力生意 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未来是流量和大众化的时代 咖啡也好 餐饮也罢 谁都不能再指望高价割韭菜了 大家心里要清楚 放下暴力梦 才有可能熬过这个市场周期 迎接更广阔的未来 不要对未来有太大的心理预期 更应该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保定的利润 这才是长久的生意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日 一位在杭州郁航 未来科技城创业的企业主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科技城内办公楼控制率飙升 及产业低迷的状况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由于该贴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成为了热门话题 吸引了大量网友的目光 约航未来科技城汇聚了阿里巴巴 菜鸟 字节跳动 OPPO Vivo等众多知名科技企业 位于杭州市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区域 这个园区原本以其高科技 分为海外的地理位置 吸引了大量企业入住 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然而 当前园区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许多公司选择搬迁 倒闭或大幅缩减规模 导致约三分之一的办公空间控制 办公楼的利用率显著下降 一位从事直播电商的创业者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 详细描述了未来科技城 及其自身公司的困境 迅速引发了网友的乐意和大量转发 该贴文不仅揭示了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也反映了整个科技园区 乃至更广泛区域内经济下行的迹象 该贴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 未来科技城内大量企业倒闭或缩减规模 导致办公楼租金大幅下滑 例如 创景录的办公楼租金 在过去五年内下降了57% 相比之下 同区域的奥克斯中心租金更为低延 这一现象表明 曾经繁荣的高科技企业 正在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 租金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园区的经济压力 其次 许多大型园区的办公楼空置率极高 部分房东甚至为了节省物业费用 选择免租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房东的收入 也对整个园区的运营和维护 带来了负面影响 高空置率导致的物业管理成本无法有效覆盖 进而影响到园区的整体环境和服务质量 最后 经济环境的恶化迫使发帖人裁检公司员工 包括直播团队的15人 市营销团队的6人 请保留设计和客服团队的一名员工 他建议其他租用办公楼的创业者考虑放弃押金 转而选择租金更低的办公空间 这一建议反映了当前企业面临的资金紧张和生存压力 也揭示了市场对高租金办公空间需求的显著下降 微信公众号吴小波频道就该天内容 向在未来科技城工作的人员进行了求证 一位在绿创广场工作的资深从业者表示 推文描述的情况非常准确 另一位IFK办公区的中介也承认 科技城的现状确实不如以往 这些来自内部的证实进一步增强了贴文内容的可信度 表明问题不仅限于个别企业 而是整个园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该公众号进一步了解到 绿创广场自去年以来 空置率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暂无回暖迹象 IFK办公区的空置率去年约为20% 今年有所上升 这些数据表明园区内的经济复苏不乏缓慢 企业复苏的信心不足 全国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文永平指出 杭州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的现状 反映了全国的不变趋势 北京、上海、孙镇等地的写字楼 同样面临空置压力 没有哪个城市的办公楼 还能维持高租金这一观点 揭示了当前中国一线城市商业地产市场的整体困境 显示出全国范围内经济下行 对高端办公楼市场的广泛影响 文章指出 甲级写字楼高空置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具有连锁反应 首先是周边中小型企业和餐饮业的流失 随后导致区域内商业办公空间空置率上升 降低了新企业入住的意愿 长期来看 这将导致区域人口减少 消费活力下降 这种连锁反应不仅影响到商业地产市场 还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生态系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 外界早已注意到中国一线城市办公楼空置率上升的现象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8月底引用全球知名房地产咨询公司来方的数据 截至6月 上海高端办公楼空置率接近21% 租金同比下降13% 重量年型的报告显示 广州高端办公楼空置率为21% 北京为12% 深圳高丽国际的优质办公楼空置率从2022年6月的20% 上升至今年6月的27% 这些数据表明 不仅杭州 其他一线城市的高端办公楼市场也普遍面临空置率上升和租金下滑的双重压力 为了降低成本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迁往租金更低的办公空间 一些小企业甚至表示难以为继 这进一步加剧了高端办公楼市场的供过于求问题 总体来看 约翰未来科技城及其他一线城市高端办公楼空置率的上升 反映了中国经济在高科技产业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不仅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也对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何应对这一现状 促进高科技园区的复苏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将成为相关部门和企业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